《无量寿经》 我们上一次讲到《萧文解义》 里面文字是这样讲的 诸空无相无愿之法 空无相无愿 就是三三昧已经解释过了 三三昧也是三泄脱法门 《无作》也已经讲过了 《无作》就是无为的意思 跟无为的意义相通 《无起》还没有讲 《无起》是什么 《无起》没有起来了 《无起》就是无生 所以佛经里面用的名词 有时不一定是 每一部经都是说无生 《无起》就是无生 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常常都住在三三昧里面 空无相无愿这样修行 在因地里面他这样修行的 他修我空、法空、空空 这三三昧是三空 《无作》到了无回 《无起》就是无生 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 《无生不灭》是什么 涅槃 我们前两三次不是讲 从法相中的决度来讲 是涅槃 不生不灭 极灭涅槃 不生不灭 《无生》什么意思 下文解义我们先讲无生 如果我们要讲无生法 无生就是常常住于无生法人里面 忍是什么意思 忍有三种 第一是生忍 第二是法忍 第三是无生法忍 忍这个字非独是忍受的意思 不是忍受 忍就是忍受 不是 它的意义比较广泛 含有彻底的认识、成就、证悟的意思 忍 也说是安住于证悟里面 忍、安住 你不能忍人家你的心安不住 所以忍跟安住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是你一点忍如心都没有 人家讲一句话 你就批评你 你就不高兴 只要你不好也不高兴 他的动作、身体言语 对你不恭敬 你也不高兴 有没有忍 一点忍都没有 因为你不能够安住你的心在正念里面 你缺乏的忍 如果是你没有忍如 所以忍如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也是什么样 也是一个标准、一个规念 良能、良低、有一个标准 忍 你看见你自己的忍耐力就知道你自己 我这个功夫到哪里 我修行的功夫到哪里 你就看看你自己的忍耐力 第一 生忍 众生忍 这个众生骂我、打我、磨灭我、妒忌我 怀疑我、障碍我 我也可以忍 这意思是什么样 就是你骂我、妒忌我 你说我不好、你冤枉我 但是我不受你的影响 因为我的心忍住、安住在我正念里面 我出来的邪念不是人给你邪念 不是你的邪念 你骂我就是你是邪、我是正 不是 邪跟正不是在外境 在你的心里面 他骂你的时候 你认为他骂你、他侮辱你、他对你不好 那你的邪念就在你的心里生出来了 不是在对方生出来的 不是你的外缘境生出来的 不是他不好 就是你要知道 你这样想 他骂你、打你、冤枉你、批评你 对你不恭敬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不是他不好 你的心里面很愤怒、很气、很不高兴 你说他不好 你就批评他 为什么你这样找我、为什么这样 就是你的心忍不住在安住你的正念里面 当时如果你的心发露了 你马上有正念降伏你的心 那个时候你忍的功就出来了 你忍如就出来了 你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六度 波罗蜜里面的布施世界忍辱 你忍辱发生了着用了 你在修行六度的时候 你的六度出来了 出来告诉你 你要忍辱 不要发脾气 你不要邪念 邪念不在对方是在你的心里面起了 你洗了anger 你洗了嗔恨 是你自己洗的 他外境如果心里不执着他 他没有方法可以攻击你 因为你的正念分明吗 你有正念吗 生忍就是趋于你的我执 法忍 法是什么样呢 法是广大无边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名利 金银财富 土地方产 还有生理识别 忧悲苦恼 人情浪卵 善恶等等 你可以想象到的 都是法 好的 不好的 有行的 无行的 都称之为法 你都可以忍受 是什么意思 不一定有人骂你的 你觉得某人做了事情 他没有骂你 你看不顺眼 你对这个法看不顺眼 或者是你不一定看不顺眼 他的法跟你们 你自己心内的法不相应 他的见解跟你的见解不相应 他因为这个是对的 你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对的 那么你就是跟他争吵 你就没有法忍了 你不是没有法忍了 你跟他争吵 你还美其名 我争吵是为你你好 所以我要骂你 你美其名为 你还要说我不骂你 我就对不住你 哪有这样的 那个法忍就是称之为法 这个是破你的我见的 就是破法治 你的见解 如果是你读《金刚经》 你就会发现到 《金刚经》里面也讲了 事相跟理相 理的 理体的 一切执着的我 就是外境的我所缘经 也有我见 我见是看不见的 我的见解你怎么看得见 从理这一方面 你不但执着的事 你还要执着的理 你就把事理都品除了 都不要执着的这一切 这是法忍 我们世界的生命生活 六道的生死流转 对于世间上许许多多 我们能以什么力量来应对 我们怎么应对那么多烦恼 我们怎么应对人世之间的矛盾 我们要生法忍的修养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世间 一起都是因你所生法 认识了缘起法 彻底的认识 证物 法忍 你就可以取了 去除了法治 所以我告诉你 你看人有没有修行 就看他的忍辱有没有 所以不要问人 你看你自己忍辱力强不强 就是这样 无生 就是这个意思 有生人 法忍 那么无生法忍呢 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讲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 也是无生人 菩萨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成就 出地的菩萨以禅定所说是见圣的人 他们见到圣洁的楚光 他见到了 在黑暗里面 他不断地修行修行 他看见的楚光了 他看见圣了 圣静了 圣的见解了 在小城来说是证出果的圣者 当他们见信的时候 他就能见到 只有彻底的智慧去照见诸法实相 《心经》里面不是讲吗 照见五愿皆空 度一些苦恶 你照见的没有 照见的不是知道 就是照见的 我们一天到晚把《心经》念得非常熟 但是我们没有照见 我们没有空 什么都有 什么都执着 有一份无生法忍就证了一份法身 但是菩萨有实地的 出地的菩萨一点一点就证 根据我们霸祖的祖先 霸宗之祖的龙树菩萨讲 如果是以《仁皇夫法经》来讲 同样的《大成义章》来讲 菩萨到七霸九地的时候 他这个无生法忍 就非常非常高了 差不多九份的无生法忍 一直修行成佛 所以无生法是一点一点的正一份无明 正一份法身 无明破了一点一点的破 破了无明 破了无明什么意思 破了无明什么意思 破了无明就是你的我执 一点一点破我执 法执也破了 什么是给你无明 无明就是愚痴 为什么你愚痴 你执着了我吗 为什么你愚痴 你执着了法 你的见解 如果是你达到了我空 法空 空空的时候 你这个无生法忍 就到了很高的境界了 所以不用问人家 你自己有这个标准就知道 所以我告诉你 最好是你每天写一记 每天把你的修行都写下来 今天我听到观音师听到观成法师讲 我们就忍辱 那么我们就修忍辱 我觉得修忍辱是很好的 人家说我不好 我马上不高兴 现在我忍辱了 人家说我不好 无论是他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 我生气就不出来了 为什么 我这忍辱的功夫提高了 那么你这一一地写下来 你有写文字的习惯吗 你有日记的习惯吗 我们觉得你每一个亲众每天都写日记的 你不相信你在里面看 我们都贴出来的 一个月我们的感受 我们每天修行的感受 一个月下来的感受 这可以公开吗 没有德格林的同意 我不可以公开吗 可以 我们修行每天都有我们的日记写下来的 今天我们做早课晚课 今天我们怎么样 念了多少佛 我们觉得怎么怎么样 都写下来的 我们的心理的路程一点一点的写下来 我们一回头一看 我进步了很多了 我以前人家一说我不好 我就马上发脾气 我不高兴 我的脸就红起来了 我要斗争 我们继续读《相文解义》 观法如画远离出言 他观一切法幻化无常 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抛影 一路一具殿 因作如是观 这个意思就是一切都是虚假 都是假的 你认为一切都是真的 你的烦恼就来了 你骂我是真的 什么都是真的 我要名利 名利是真的 我开这个车要最好 我开这个车 我要人家尊重我 什么都是真的 你不是画的 但是如果是你修行 你观一切法都是如同幻化 这个一个梦的人生 幻化的人生 不要执着它 远离出言 自害害别 那个意思就是我修口业 生口业 善业 口的业可以做善恶业 口很厉害 我远离出言 我远离不好的 我远离怎么样 我远离奇语 恶口 我不骂人 我不出口 我不妄语 因为这个都是害人的 也自害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出口骤人 骂人 其实你也害了自己 你以为你骂他 你害了他吗 你报仇吗 我骂你死 你怎么死 怎么死 你骂他死的时候 你知道你用什么骂的 你用口去骂 口什么推动你的口去骂的 你的心 你的心种下了什么种子 死的种子 你说人家死 你已经有死的种子 有恨的种子 你的种子牢牢地住在你的心里面定下来 你越骂人越多 你的恨越重 所以你必须要守口如瓶 你不要随便地讲话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佛堂 是是非非的话 不要再讲了 我老公怎么样 我老婆怎么样 我的妈妈怎么样 没有意思 讲来又没有用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 所以我们要修我们口业 彼此居害 你骂人 当然你要害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心下来 他没有修行的可能 他就不安乐 慈悲什么 其能以乐 非能拔苦 你骂他 你说他不好 你给他快乐吗 他马上就痛苦 你骂他吗 你是不慈悲 你口讲慈悲 你骂他 说他不好 你给他快乐吗 你一讲他就气了 他就有苦了 你又不能拔他的谱 所以彼此屈害 修习善与祭祿利利人 所以我们要修菩萨的适施法 爱与 爱与不失同事立行 爱与什么 我们都是讲众生喜欢听的话 但是你不要讲假话 你也要讲真的话 但是你要不要老害别人的话 弃果捐黄 他皇位也不做了 法杖比丘是皇帝 他也不做 绝去财色 财色 他都断绝了他 我们在凡夫 在这个期间 我们的财色 我们有没有断除 没有 没有 《楞严经》里面讲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 这不随其生喜相须 如果你的心还是有淫的心 虽然你没有淫的行为 什么意思 淫是有行为 也有念头 那个意思是六道的众生 如果他这个心完全没有淫的念头 这不随其生喜相须 他就不会流转生死了 他没有心的念头 不是 他们有淫的念头 不是行为 如果是淫的行为做出来了 你已经犯了戒 你已经有问题了 你心里面有动这个念头 你不动 你没有淫心 那你很勇气跳出三界六道轮回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 他对某某人讲 你是修禅定的吗 本出尘劳 你要禅定 你要尘劳就是烦恼 你要断除烦恼 跳出三界六道轮回 所以你要修三昧 你要修禅吗 淫心不出 臣不可出 如果你的心念还是想有淫 还是想男女 你是不可以跳出欲界的 你跳不出去的 你跳不去生死苦老 因为你的心还有男女淫欲的心念在里面 那么纵使你常常天天作禅 你也不可以跳出三界灵度轮回 终有多智禅定现前 若不断淫 别落磨道 纵使你说 我已经修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我这个定力到得不得了 很多人这样讲的 我教你 我的定力已经很高了 我已经到了什么境界了 我已经是一个禅宗里面的什么什么的人了 但是你一看他 他还没有断淫 他可以吗 没有断淫的人修行禅 就算你多智禅定现前 你淫的心念还有 你还憋落磨道 必使人积身心驱断 断性亦无 欲佛菩提适可惜弃 你注意 必使淫积身心驱断 是什么意思 身犯淫是什么 行为了 行为了 你做这个行为出来 当然已经破戒了 心 你起心动念还有 你虽然是行为没有 你的心想也不可以彻底的修禅 你要身心驱断 念头都没有 断性亦无 欲佛菩提 那就可以正无上正等正绝了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淫这一方面的 萨这一方面 因为萨是很容易犯的 也是《楞严经》里面讲一句话 以人持阳 阳始为人 人始为阳 如是乃至食生之类 食食生生 乌来相淡 恶业俱生 穷未来寄 如赴我命 我还与债 以时因缘 经百仙节 常债生时 你这一生你杀了他 你吃掉他的肉 你要还的 你这一生杀他 他下一生杀你 转转的乌来 乌来相淡 常常在生食里面没有跳出去 如果是你看YouTube里面 你看 萨羊 萨牛 好像是很平凡的一件事情 某一个地方它萨羊 好像是萨是一个蚂一样 那么平凡的 这个羊也很惨的 天天宰萨 不要杀生 吃肉 绝取才是 已经讲过了 我们继续下去讲下面 我们先文解义 自行六波罗蜜 教人另行无恙竖解 急功累得随其生处 再一所欲无量宝藏 既然发应 教化安利无数众生 那个意思就是 法掌比丘他修行用什么方法修行 他以菩萨的六度波罗蜜是修行 六度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有布施 其戒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布施 达那 范文 财师 法师 无会师 财师 大家知道了 以财 法 酸讲佛法 利益众生 印经等等 监妙 也是弘扬佛法 以法师 法师不一定是佛法的 你劝人为善 某人他有病 你安慰他 某人他有抑郁症 你陪着他 你成为他的好朋友 因为我告诉你 你常常陪他 常常带他 用很多时间给他谈话 他发脾气 你不发 你对得很好 后来他慢慢慢慢的 康复了 他没有事了 这个也是法师 无会师 救度众生 脱除其种种不慧 无会师 革命的人就是无会师 他可以断送他的生命 他为了某一个争议 他愿意断送他的生命 在所不惜 那么这个是无会师 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举动 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 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家 推翻了腐败的政府等等 他们都是 他赚出他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无会师 好像以前不是有一个 Martin Luther King 他为了自由 为了民主 为了什么什么 他的理想 他给人谋杀了 他不怕 给人谋杀了 那么这个也是无会师 他专出自己的生命去救人 那个是无会师 持戒 仅恶行善 出家比丘有两百五十戒 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 再加居士有八戒十戒 八观摘戒 持戒 你有没有持戒 有没有受戒 你皈依的没有 如果是连皈依都没有 那么你一点戒律都没有 没有特意的去守这个戒 你要持戒 你必须要受戒才行 你不可以说 我心持戒就行了 受什么戒呢 忍辱 忍受外面来的侮辱 苦劳 痛苦 令心安稳 有不愤怒 不解怨 心不怀恶 三种情怀 人家骂你 你有没有愤怒 你有没有戒怨 你心里面舒不舒服 无我心里有 对不起 没有忍辱 你忍辱要修 精进 勇莽勤测 尽修善法 尽修为修道 这根本 欲修善 断恶 屈然 准净的修行过程里面 不懈怠的努力上进 精进是很重要的 你懒惰 你不会成功的 你这个心不放下去 你做不成功的 所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 寄心一处 无事不办 如果有人问观成法师 你因为你有没有强项 我们可以借敬听听你怎么讲法 我说没有什么强的 我有一样 我可以说是比较自己的强 就是我很精进的 我很努力的 我不懈怠的 我不停地工作 我从来都不会懈怠的 那么你说精进这个项目 我可以说我放了很多时间进去 其他的我就不敢讲了 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的修行 你认为你高吗 你认为你的佛法懂得很多吗 也有人比你懂得多 而且佛法不在文字 是在你的修行 那么我对无上正等正觉的修行 距离还是还有大段 太远太远了 如果是接一生再下一生 可以成功的也不错了 什么成功 成功的程度也有不同 精进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精进很重要呢 我常常读一本书 这个人写的书 他是一个范文的专家 他是中国人 西基的 西基乖西南 你有没有听过 西基乖西南 西基乘林 是不是 羡慕的西基乘林 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他是梵文的专家 印度古文的专家 他写了很多书 他写了 我看他里面的内容 我听了一点 我也很感动 他说 他每天三点半起来的 起来就是做他研究的工作 三点半起来 天天都是这样的 他什么时候睡觉 我就不知道了 很多的学生 其他的同事问他 你这么做 起来干嘛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那么努力 怎么办 你这样 你的身体可以吗 他说 对不起 我改不了 我习惯是这样 如果你要我不努力 不精进 还是下一生再讲 这一生改不了 这个是我的坏习惯 他说 精进是坏习惯 他说 我是精进习惯 我三点半要起来做事 你要我不做事 我不舒服 有接力的人 他不做事 不舒服 他不搬石头 不种花也不舒服 不劳动也不舒服 你要他坐在 坐在 不劳动 他不舒服 精进非常重要 禅定 心集中专注于静的修行方法 禅定有世间禅 初世间禅 如来禅 主世禅 禅 我们现在星期六不是常常讲how to meditate 这是禅 其实禅就是止观 禅 如果是你修止观是修禅 禅是一个通秤的名字 所以如果是你在佛门里面 如果是你常常到观音室的 人家问你 你到观音室 你知道我请问你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禅 如果是你常常到解 你听观神法师讲的 我不知道 禅就是禅 那么对不起 可能你睡觉了 每一次你都睡觉了 你是说禅是止观 什么是止 什么是观 你懂得怎么是止 什么是观 用什么方法去止 什么是方法去观 你就修禅 你不要到处找了 我要找老师学禅 到YouTube Video 去禅 这个书也看 那个书也看 天天是找禅的方法 但是尝的方法已经很清清楚楚 在你墓前 你还要去找 很愿望 你不开始做 你是一个长期寻找佛法的 不是修行人 是凡夫 你一天到晚都是对外的找 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老师 我就静坐 有没有更好的静坐的方法 你一天到晚都是找 止观就是了 什么是止 什么是观 属、水、止、观、环境 你学好了就是禅 不要再找了 你自己学不好 不要埋怨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你 《诸在大念初经》 般若 无上佛智 令人脱离生世苦海 达到了涅槃的境界 这个是六度波罗蜜 除了六度波罗蜜 《解身密经》里面 《不失其解忍辱》里面 他建立了一个方便波罗蜜出来 以种种见解的方法 起法众生的智慧 什么是方便波罗蜜 我们常常到佛堂里面 很多佛门里面说 大开方便之门 方便之门这个四句的成语 已经不一定是佛法里面用了 在中国的成语里面常常用方便法门 请你打开方便 方便法门 为什么从《不失其解忍辱》里面 开一个方便出来 你不要把你的戒律洗手 你老老的把你的戒律 你要方便一下 你要有方便的概念 方便不是方众 方便不是方众 就是有一点方便 如果是 比如说我们旗舰是持五的 你到了 你今天要飞到香港 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么你中午可能在时间的调换里面 可能那个时间在飞机上就不同了 那么你已经过了时间了 你还是吃吧 你不吃 你晕倒了 还要照顾你 这个是方便 你没办法 你就吃了 你虽然是过午 你也有吃 那么你在空中的时间已经改变了 所以你要方便 如果是你到了边地 如果是你到了边地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要出家 比如说你要受戒 你找不到人 或者你出家找不到人 三思七正 你找不到人 那么三思七正 你可以方便地给你受戒 你不要老是说不行 不行 忍辱也是 忍辱也要方便 为什么 如果是这个人很没有理由他要害别人 你要阻止他 你不要让他害人 你可能你要到了某一个地步 可能你要反骂他 或者你要警告他 那个就是不是骂人 你是方便地阻止他做恶事 所以布施齐哲忍辱 加了一个方便的方法 方便不是方纵 是方便的法门 布施也是 布施你有智慧才可以布施 有很多很多德里的例子 现在有时间再讲了 精进里面起了一个怨波罗蜜 你要精进 你要发怨的 七了救灵 怎么救 他发了一个怨 临终大火 火里面烧了无量的众生 我是一个了 我的香溢也好好的沾满水 飞回去 把水破灭这个火 天地说 你这样做 你什么时候停 我发怨 到始才停 这个是怨波罗蜜 精进以怨波罗蜜 到始才停止 禅定 禅定开了一个立波罗蜜出来 培养实践现行判别真伪的能力 禅定是要力量 要立的波罗蜜 要立波罗蜜 波罗蜜开了一个字波罗蜜出来 字波罗蜜叫什么样 世间的一切法 你也要懂的 好像波罗 波罗的意思就是出世间智 也包括了世间智 但是开了一个字的波罗蜜出来 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很多人这样的 那个不是佛法的 不看 外道的 不看 外道的法也可以看的 但是你看的不要比这个世间智 不要放佛 佛经还多就不行了 为什么 你不懂 世间法 你不懂你怎么弘扬佛法 有很多人来到观音师 他说观成法师 你们这里的花园做得那么好 那么你要找谁做的 我说不是找谁做 我自己做的 你懂吗 我懂 那个是治波罗蜜 治波罗蜜的意思我也懂 花园我也懂 放石头我也懂 盆栽我也懂 建庙我也懂 盖瓦我也懂 整个寺庙每一样 我都知道了 卖仙我也懂 不过我不方便卖乡 卖乡多好 坐着见你 人家来的时候 恭喜你 新年愉快 富贵增长多好 每一句话都是好话 也不是骂人的话 人骂你 你也不骂人 你要记住 人家骂你 为什么那么贵 一块钱行不行 你不要骂人 你要把你的义工牌拿出来 你说我是义工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他 有一个义工牌 有很多人以为你是老板 老板 香多少钱 三块钱 三块钱 我看你吃得那么胖 你发有发财了 他以为你是老板 老板娘 女的是老板娘 男的是老板 你吃得胖胖胖的更糟糕 你赚得太多了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一定把义工牌拿出来 看得远远的看见 我知道有人在街里 以前 Andy 在街里的时候 人家以为他是老板 胖胖的 个子胖胖 高高大大的 那不是 你是老板 后来这个人 哎呀 你是义工 跟他讲话就不同了 有一种专敬的感觉 你是义工 你常常来的吗 是 你是老板 他不赚重你 你是赚钱的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是你 这个不要讲得太多了 够了 字 波罗蜜 再讲多一点点 诸一 我是笑文解义 诸一无上 正真之道 化为长者居士 豪性专贵化为擦地果君 转轮圣地六欲天主乃至梵黄 常以事事供养 恭敬一切诸佛 如是功德不可称说 这个意思是法障彼修在因地的时候 他不断的修行 无上正等正觉 有时还没有成功 在轮回里面 也可能一生成为大凡天皇 也可能是转轮圣皇 也可能是一个皇帝 但是他没有忘记 常常以事事供养 事事供养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事事供养一切诸佛 有时功德不可称说 口气相结如幽博罗花 他的口气常常是香的 好像莲花香 如果是你常常读佛经 不骂人 不起语 不恶口 你的口气不臭 这样讲的 佛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莲花的香味 身诸毛孔出檀香 其香 朴薰无量世界 荣是端正向好熟妙 其手藏出无尽之宝 义佛人使真妙花香 诸盖床帆庄严之聚 如是等事超诸人天 一切法而得之债 那个就是说法障比丘修行得非常严格 齐戒经严 很严格的 因为他齐戒常常好 他果报就好了 常常有宝 身手之处都有宝 口有香气等等 这个就是有因果报应 每一件事情都有因有果 他在修行里面齐戒庄严 那么他福德就庄严了 超诸人天 与一切法 值得之在 那么这里最后我还要解释一个 法相比丘他修行 常常注于无尚正真之道 是什么意思 常常追求无尚正等正觉 好像你今天拜供天 我希望天保佑我 我希望天给我财富 我希望天给我健康 我希望什么都如意 我的儿子好 我的女儿好 哦 你是追求什么 你是追求好事 你要追求好报 你不是追求的无尚正等正觉 你这个不是正的 不多不少也是邪的 信佛不是一向一未求的 常常在求的基础上 信佛是不正 是邪的 我告诉你什么是无尚正等正觉 讲完这里我就不讲了 无尚正等正觉很重要 什么是无尚正等正觉 无尚正等正觉 如果是把它的音翻译就是阿罗多罗沙尼沙菩提 如果用梵语讲 阿努多罗沙尼沙菩提 这个是梵语 印度文 印译成印度文就是阿努多罗沙尼沙菩提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们信佛呢 我们信佛就是要追求无尚正等正觉 不是求财 求名 求利 求健康 求如意 这个不是信佛的正念 这个是庞道 一庞的 什么是无尚正等正觉 我们探讨一下 阿努多罗沙尼沙菩提 无尚是指智慧圆满 万德居备 没有能过其上的 他那个智慧圆满 我们那个智慧不圆满 你的智慧圆满圆满 我们的智慧圆满圆满 你知道了 我们的智慧不圆满 正等是不偏不移 是平等的 正觉是正觉的觉悟 那个意思就是指佛陀经过历解的修行 一切夜行得到了彻底的净化 脱离了三界六道轮回的舒服 离苦得乐 得到人生的大斜托 对宇宙人生的真理达到了究竟的觉悟 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政治 Nutra Samya Sambuddhi 他把身口意彻底的净化 如果是我们从法相中来讲 它已经转霸食成政治了 我们的霸食是污染的吗 我们转霸食成政治转六食成为妙观察字 还转第七食成为平等性字 转第八食成为大圆净字 再转五食成为成所作字 它污染的霸食转为静字以后 就增了涅槃果了 那个意思就是讲 已经脱离的三界六道轮回了 所以《心经》里面常常讲 三是诸佛 一般若波罗蜜多故 到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只依照了六度波罗蜜 现在我讲的很重要 可能你不理解 般若是机会 菩提是正觉 但两者的体都是一样的 波罗蜜的体跟正觉菩提的体是一样的 体没有变 不是说波罗的体跟菩提的体不一样 不是 体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一个称波罗 一个称菩提呢 因为修因和正果的程度不同 一切佛在因地修六度万恒 就是波罗 一切佛包括了法障比丘 法障比丘 在因地修行六度的时候 那个是波罗 在因地里面就是有波罗 一波罗 波罗蜜多 一六度波罗蜜 到了正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会的时候 就是菩提了 就得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了 就得了正觉悟了 再讲多一点佛 什么是佛呢 佛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成佛了吗 无上无成正觉就是成佛了 佛就是正觉 佛有正觉悟 有事的觉悟 有理的觉悟 事的觉悟就是既觉 觉他 觉恒 圆满 就是佛 理觉 本觉 始觉 究竟觉 这个既觉是赖内 什么是既觉 既觉就是内怀修道成佛之愿 经过努力的修行 破尽了三界内外的间世祸 沉山祸 无名祸 都已经破了 超脱了生死轮回 达到了圆满 究竟觉悟的觉者 这个既觉 这个你可以看得到的 为什么是事 事的觉悟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看到佛的吗 你看到西藏牟尼佛 就是经过这个王子修行 他在临终里面修行 初转法轮 霸相成道 你就是既觉 这个既觉你看得到的 所以是视觉 觉他 觉他什么意思 他不但是记觉 而且能令不失利于一切的众生 广度一切众生 令他们也能见依佛法修行 颇进了三界内外的间世祸 沉山祸 无名祸 超脱了生死的轮回 那个是觉他 是广度一些众生 这个你见不见到 你也见到的吗 佛的自觉觉他 觉醒软满 他到了究竟的涅槃 身体没有了 究竟的涅槃 无助的涅槃 那么这个你一一在历史上都看得见的 这个是是你看得见的 理你看不见的 你心中的理我看得见吗 但是我可以从你的外表里做的事出来 看见你的理 是可以的 但是我是看不见的 理觉是看不见的 理觉里面包括三个觉 本觉 实觉 究竟觉 这个你都要知道的 你除了解释 记觉觉他觉醒圆满 你也知道什么是本觉 什么是实觉 什么是究竟觉 我解释什么是理觉 什么本觉 实觉 究竟觉 那么今天我就算了 讲完了 我们还要讲 什么是本觉 本觉是什么 本觉是人人本具 你虽然是轮回生死 而是本觉丝毫不死 所以具有本觉 但当你在迷的时候 妄想执着的时候 你不能证到本觉 你迷的时候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觉悟吗 你就是在迷 当你贪嗔痴 撒到人妄的时候 当你怀疑 当你妒忌 当你打人 骂人 你骗人 撒身偷盗 偷盗 嫌妄语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 没有觉 当你在迷的时候 妄想执着 我不能证到你的本觉 那个不觉 愚痴 无名 把你的本觉 转为愚痴了 虽然是把它转为愚痴 但是在六根门头各有所知 这个事件是本觉流出来的 你虽然是那个本觉是蒙了 污染了 但是那个觉的体还是有的 本觉的体还是有的 还是一个镜子 镜子里面很多蒙尘 你看不见 但是他反照的光是有的 尘已经把你的本性蒙住了 但是他没有遗失他本具的反照的功能 这是本觉 我们知道对我们的了解佛法有什么帮助 请你告诉我 知道有本觉对你学佛法有什么帮助 你想一想 你知道你有本觉的时候 对你修学佛法有什么帮助 我不告诉你 请你想一想有什么帮助 每个人都有这个本觉 实觉呢 开始觉悟了 现在你听经文法 才能知道忘觉之中有真觉 在生灭法里面有不生不灭的性 有此觉悟 名为死觉 你已经有一点始觉了 你觉悟了 你到观音师听佛经 你知道原来我可以成佛的 原来我可以往生西方进入世界的 原来这样 原来这样 你开始觉悟了 但是你这个觉悟不是24小时觉悟 你有时觉悟 有时不觉悟 你在家里听我讲佛法的时候 对 有一个本觉实觉 你回家还是吵架的 你到外面还是贪嗔痴 杀到人妄的 因为怎么样 你每一个念头是妄念头 你可能也不知道你在妄念头里面生活 小圣的圣人觉空 全教的菩萨 度生的时候只有 济修的时候观空 恶解 据疏忘觉 唯独佛力直觉 这样了之就名为死觉 究竟觉了达了死觉的道理 就是明智的死觉 是明智的死觉 若能重新起修 念念返照自心 就是观行的死觉 就是说你天天背心经 你背完以后 没有发生了什么着用 因为你没有观众人 你没有念念重新起修 念念返照自心 你没有回光返照正念真如 如果是你开始修行 一步一步的打坐的时候也是这样 出外面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步一步的都是在觉里面 好像我们同修清重门在宝云禅寺 见不到人的 你两三个人修行比较容易 自六根清静 都是相似直觉 你这样一点的修行到了 你真的从明智喜觉里面到了观行喜觉 到了相似喜觉 什么意思 你转了八识成正字了 转七诗 六诗 五六七八识的转 这是相似的解决 还没有成佛 若以其公债修俊修 破一分无明 正一分法身 这是奋正此觉 刚才我们不是讲无生法忍吗 里面有七八识的菩萨吗 从七八九识的时候才是无生法忍 一点一点的修 你出地已经不得了了 欢喜地了 到了七识 远行地 八识 不动地 九识 乃至十识 法云地 无明 尽尽 彻底的修行 究竟的彻底 此识跟坂诀合一 那个就是究竟诀 这个就是成佛了 一步一步就这样修下去的 今天我告诉你 整套佛法就在里面 你修的是利渡波罗蜜 所以《心经》里面讲 伊般若波罗蜜多顾 德阿拉多罗三妙 三菩提 这句话很重要 下一次再讲